好我们接着带领关心这个蓝白河的进度 那各界很关注的是国民党抛出的金普聪黄敬廷出面协商 民众党也推出了黄珊珊终于收雷出马 那稍早呢科办发言人戴宇文 他的宣布是说科文哲体谅国民党 所以决定在14号的下午要展开双方幕僚的作业 但是底线还是比民调还有辩论 这是最新消息